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很新鲜了 我用了电吉他 用了架鼓 用了电贝斯 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 对自己的作品是有独特的情感的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更纯粹的方式 将作品呈现给更多的西游文化爱好者和音乐爱好者 三十年前我创作了西游记音乐 当时呢 就有一种想法 要去开音乐会 按道理讲 这里愿会是一想就想了三十年 我那个朱花县被媳妇 很多人也都用她来说彩铃 结果呢 给我这个朱花县协会给我钱的时候 我仔细看了一下 四十多个网站不到五十个网站 每个网站加一块平均下来不到一个网站不到二百块钱 就一百多块钱 有的网站几十块钱 甚至有一个网站才两块七毛钱 我就不知道这网站这两块七毛钱是怎么来的 最近这几年 有韩寒那个电影以后 我才收到了陆陆续续收到了一点版权费 这个版权费呢 绝对解决不了这个音乐会的问题 李小灵彤 还有初八戒 马德华嘛 还有那个沙和尚刘大纲嘛 一直在支持我这个音乐会 都觉得我这个音乐会不办 是一个令人很惋惜的一件事情 西游 是属于每一个人的难忘记忆 这个梦想值得我坚守三十年 不 pay your heart 呼善就我ada事善嫂 所以你入 Bono theyeste 我就学着 cuore 过大会给你 过来 庆幸的是 在网络上有很多对西游记音乐感兴趣的朋友 纷纷留言告诉我 你可以去试试众筹啊 所以现在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一把 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一把 这场约会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而是属于所有热爱西游文化的朋友们的 我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和支持 让我们一起再努力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